還是要從柯文哲捲入金華城的案子來說起 現在呢 在這個部分 最新的發展就是 台北市的前都發局局長黃錦茂 已經因為這個案子 被列為圖利罪的被告了 不過呢 他現在500萬交保 好 有人說 他是因為說出了一些實情 來換交保嗎 今天呢 又有媒體在做了獨家報導 表示說 這個案件呢 原本是擱置的 但是呢 後來是印小威積極介入 然後呢 就一路的開特例加速通關 媒體的報導指稱說呢 黃錦茂他緊咬 就是時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所交辦的 好 因此呢 這個許淑華議員他就說 就是由柯文哲下達這個指令啊 緊迫丁人要求官員配合 才會有黃錦茂做出這樣子草率的決定 好 不過呢 這個議員陳佑成則是提到了 他在專案小組有當面問過黃錦茂 黃錦茂斬釘截鐵的表示 沒有所謂的當面交辦 一切都是按照程序來做處理 好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呢 這個 三立的記者他之前有獨家報導說 小省1500審慶金 然後呢 他就指正麗麗他說這個消息呢 是他養了金銀七年的檢調線 所透露的 而且自己是有非常有信心的 針對這個部分呢 才今天他已經被傳喚了 當然媒體觀察到他在這個離開的時候 其實他的臉色是有點凝重的 好 只不過呢 我們要來看到 現在這個案子到底是傷到了誰呢 前立委郭正亮他的說法是 這個案子真的是對賴清德有傷 到最後一定會算到賴清德的頭上 因為有民調結果顯示 這個柯文哲是否被賴政府政治迫害呢 其實呢 有28.6%的人是表示同意的 好 針對在今天呢 檢調一直被外界質疑說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為什麼每天都有一些新的訊息透露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傳喚五名記者調查泄密案 北檢稱 報導跟卷宗諸多不符 而且是絕無洩漏偵查內容的 同時呢 他們也請外界別再意測 捕風捉影的方式 無端的說本署還有偵辦團隊 有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情勢 換句話說 他們認為查無實據沒有泄密 不能夠質疑他們嗎 另外呢 我們來看到 經過初步查證 報導 記者的報導 是依據消息來源的轉述 見聞 或者是依據多年的採訪的經驗 另外呢 記者報導的消息來源 都不是本署 也不是廉政署 也不是調查局 也不是法院等等相關的公務人員 好 針對這個部分呢 首先我想問一下這個 立文杰 您怎麼樣看 北檢在今天約談了記者 但是最後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泄漏偵查的內容 這個第一個不意外啦 因為北檢當然不會自己跑出來承認說是 如果他們真的是有意泄漏的話 那第二個就是說記者一定是說他要保護消息來源嘛 這個也是天經地義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查到記者的消息來源 其實並不簡單 是相當的困難 除非呢 你要從記者口中得知很困難啦 除非你自己去調查去把 如果是從北檢洩漏出去的 那到底這個害群之馬 然後這個州裡頭的這顆老鼠石到底是誰 這必須要北檢自己在內部的一個調查 那麼所以第一個 北檢他當然是不承認 但你可以說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這個記者的 這個被偵訊之後的答覆 還有北檢的判斷是說 他的消息來源轉述 換句話說 他有可能是二手消息 換句話說 北檢這邊消息出來 並不是直接給這個記者 對不對 中間是二手 甚至於可能三手 四手的轉述都有可能 那這個東西 所以北檢的消息出去 到底是出去了給誰 那又經過了二手三手的傳播 這中間的二手三手又是誰 那傳到了記者這一邊 是不是就有一些事實上面的一個落差 因為北檢的講法是說 跟我們手中所掌握的 還有卷中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那所謂不一樣是 譬如說ATM的700萬 是700萬跟600多萬的差別呢 那這在我們社會的認知會覺得說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600多萬就將近700萬嘛 對不對 那有可能 在傳述的過程當中就說700萬嘛 他不把這個實際具體的數字講出來 又或者說到銀行去查 有銀行保險櫃加起來 兩個加起來現金100萬的這件事情 當然這個很有可能 不是北檢洩漏出去的啦 因為畢竟到銀行去調查 哇 這個知道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可能會傳出來的訊息的管道就很多 但是這中間是所謂的不服 是指的完全的無中生有呢 還是說沒有細連細節都一一的相符 這個我們也不得而知 因為發生這件事情從頭以來 這個北檢都是說不予置評 對於外界這個媒體呢 所報導的沸沸揚揚的有關於這個 北檢手中握有什麼樣的證據 偵訊的過程啊等等的 北檢都不予置評 所以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可以料到 傳訊的這些記者之後 記者一定會感受到一定的壓力 但並不代表這些記者會有事 更不代表這些記者會把他們 如果真的在北檢裡頭有限的話 會把他供出來 他不需要他保護新聞來源 那麼接下來就是社會大眾 可以接受這樣一個結果嗎 因為如果這樣 北檢認為這件事情就結束了的話 恐怕社會大眾會覺得 哎呀你就虛晃一招嘛 你就這麼簡單 就把這些記者叫來 那你也明明知道 這些記者不會老實交代的啊 那你也就算了 你就說我們沒有洩漏 然後記者也說他們的消息來源 不是直接從北檢 所以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嗎 感覺好像很難度悠悠之口 那我會覺得北檢應該要更慎重謹慎的 去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長期以來這不是第一屆嘛 長期以來一直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一直高舉的偵察不公開 但是呢每次都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 導致於這個社會基本上都認為說 這是你們檢察官的習慣啊 你們就是喜歡放消息 帶風向有利於你的辦案對不對 大家都是這樣子講的啊 所以光只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 我覺得是不夠的 那你北檢有沒有就內部 去做一些自清的動作呢 那你北檢內部因為不是 當然不可能是檢察官自己本人泄密嘛 對不對 但是經手卷宗的人 可以看到卷宗的人 可以得知卷宗的人一定很多嘛 就是一定有一些人嘛對不對 那這些你有沒有真的徹底的 去做內部的一個調查呢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說 北檢必須更慎重其事啦 否則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也只是做做樣子 讓大家覺得我查過了 查不到 所以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了 那好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的話 那這些記者是怎麼樣 真的自己憑空想像 用夢見的 然後呢 還是有誰在背後操作 有政治指令 讓你們往這個方向帶風向呢 對不對 那這又是另外一個議題啦 如果今天北檢真的沒有捲入其中的話 還有一個可能的消息就是說 可能有什麼 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的人 他從北檢這邊獲得了消息 然後他在輾轉告知媒體嘛 就我剛剛說的 中間的這個所謂的二手三手是誰呢 對不對 那這個二手三手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問題之來源嘛 對不對 然後這二手三手在傳播的時候 是不是也順便加油添醋了 順便告訴媒體說 我希望這個報導的方向是什麼 你們往這方向寫就對了 那是誰有心人在這中間 做這樣的一個事情呢 那這些都應該由誰去調查呢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這些記者呢 本來就是用心拘心叵測 然後呢 用意呢也非常的奇怪 你說沒有政治帶風向 大家也都不信啦 但是呢這也是長期以來 台灣的媒體尤其是綠媒 就一向都是幹這種事情啊 這是一個長年的問題啊 這個社會不能夠再縱容這些記者 這樣子的 完全沒有底線 完全沒有界線的繼續幹這種 別人做來政治鬥爭的鷹爪 好沒有錯其實喔 就像這個不出外界所預料 北姐當然一定會自欽喔 最後就告訴大家 查無實據絕無泄密 而且還說 你們不要再懷疑我們 不要再妄加揣測囉